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应该很多人脸上都三条线 我今天脸上也三条线 因为今天我手上的股票 只有一档逆势上涨 创新高 其余的股票都惨不忍睹 我想面临到今天这个关键时刻 令大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昨天美国已经公布了 CBI的物价指数有些许的降下来 但是再想想看 它其实里面的核心的通膨数据 并没有降下来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是涨涨跌跌 但是最后是以下跌作手 当然今天的台股本身 也跟着联动也是下跌的 但是今天台股又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昨天大家在想 美国到底CPI会怎么样 然后会怎么样联动 那这叫做外患 那内优是什么呢 当然本身今天我们下午5点 我们的那些财经官也要开会 到底我们这个国安基金 要不要继续留在厂内 所以今天造成这个内幼外患的夹击 每个人心中坎坷不安 看到美国昨天这个样子 不但没有预期的好一点的一个现象 反而是下跌 所以台股本身今天处在这个 比较尴尬的位置 就形成了比较三条线的做法 但是这个三条线的做法 明天请各位注意的 这句话我的含义是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面临到这个样子 左右觉得很为难 那今天5点之后的开会 到底会成像什么结果 互盘跟不互盘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大家情绪 我个人的看法 互不互盘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其实呢 这个我们的基金在互盘的时候呢 它是来无隐去无中 它并不是天天都是 一直在帮各位拉抬股票 所以呢其实家总起来 它买的那些的金额并不多 只是主要是一个宣示的效果 所以到现在这个位置当中 互不互呢其实不是重点 但是多数的人会认为 如果今天宣布要继续互盘 那可能明天就爆炸性的喷出 那如果宣布不要互盘呢 加上美国股市又不是很好看 那恐怕就是向下沉沦 所以今天面临到 这种三条线的行情当中呢 我请大家也不必泄气啊 因为呢这个三条线过后啊 总而还是要回归到理性嘛 看今天这个行情啊 其实很简单 今天这个呢直接是低盘开除 但是今天低盘开除呢 其实悬在昨天的K线里面 它并没有一个空洞 那大家都记得到昨天 我们的大盘是八颗星星 但是今天呢它并不是星星哦 今天这一根啊 它是跌了128点 但是呢以它这个肚子的部分来量啊 它只能叫做中长黑 并没有达到大阴线 很多人会以为台股今天这根线 叫大阴线崩落不对 今天呢它是衔接在那个星星的里面 然后这样下来 那今天呢也没有达到呢 就是那个大阴线的一个长度 所以今天这根线呢 它只能叫中长黑 那中长黑呢在包括今天这个量能啊 可能很多人呢真的是 可能今天在等待五点啊 等待明天开盘啊 那请大家心平气和 有些事情呢 这个十四会造英雄也不用想太多 那今天这个量能真的比较多 就是这九天以来最大的一个量 2534亿 今天最高点人就没有去过 我们这边星星的高点 那么最低一点呢 刚好很臭巧就是来到15800 那今天那个整体来看呢 光一只台积点呢 我特别标记 全部20大排行榜呢 加总起来83点 那台积电一档呢 也跌了83点 到了昨天呢 这个大盘呢 它是形成了一个地八颗星星 在地八颗星星当中呢 它是用一个小碎布 或是小根的K线 所以昨天是一个小红十字星 那昨天小红十字星呢 其实这几天呢 要离高点呢 不是差6点就差7点 反正就在那边处 一直没有办法过去 那昨天呢 也是这个权重股呢 表现没有非常的好 所以我昨天特别跟各位说 这两道轨道线呢 还是很重要 也就是上图跟下破 上面这边呢 最高点叫做15951 那下面呢 它这个地方呢 这个曾经这边有这一根线 它是15681 当然昨天呢 是连续多星 那我特别跟大家讲 昨天晚上呢 美国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到底它这个 CPI物价指数是怎么样了 那通膨的数据是怎么样了 还有一些的营收的报告 那公布之后呢 反而呢又涨一下 后来尾盘呢 又变成黑色的 那台股在昨天第八颗星 跟第七颗星呢 其实这边是持续的放量 如果照这个正常的轨道来讲呢 这种呢 是往上突破几率比较大 但是今天偏偏选择的是怎么样呢 选择了这里可以拉近 它选择了并没有跳空下开 它只不过悬在昨天第八颗星星里面的开出 所以今天这根线啊 还好 它没有去破这个 这个比较长角钉这个地方 本来我是预估啊 它大概回撤前天的低点 但是后来呢又跌了比较多 那么直接往下面拉 这里啊可以发现 大家开始呢 信心有些松动了 今天这根线啊 不是杀到有量喔 是直接带量下杀 通常我们在看格局当中啊 一根的K线 它的量大量小 有时候解读是不一样 今天这根线 它的确是带量下杀 直接就这样一直杀下 一直杀下来 所以今天这根是比较弱势的K线 那么在这里啊 这个形态学呢 今天不能叫做连续多星了 因为今天已经没有星星了 所以呢这形态学呢 它还是在两道轨道线里面走 所以形成了一个区间横盘 那明天关键价呢 我必须先给大家这个 叫15860 因为今天出现了这个中长黑 所以整个关键价 还有整个一个形态呢 就会有些许的改变 那今天呢大家要注意 到底晚上会公布了 他们开会开的怎么样 大概是7点多应该会开完 那开完大概开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注意一下 那么到底户还是不要户呢 不管要户要不要户啦 反正都是走情绪行情啦 就刚才我讲的 户大概可能心情比较安啊 开始可能情绪性的那种 就想买 那如果不户的话 可能很多要退潮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好 那么呢 在今天这个格局当中呢 它是一个带样杀盘 那虽然没有上图啦 那下破啊 这个就是一个情绪啊 那情绪的一个恐慌啊 等待看美国这样子杀尾盘 然后今天国安基金 到底要怎么样 看到这种软软的 应该是比较不户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情绪已经被挑逗了 那所以呢 美国的那个CPI下降啊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使美国会杀尾盘呢 就是核心的通膨比较高 因为通常呢 我们在看单因数据当中啊 这是我们看的表面的一些数据 但是呢 所有的财经官员 他会去研究很多的相关的 然后来看一看到底 有没有去改善 还是增加还是下降 但是呢 有一个叫做呢 就是有一些核心的那个部分啊 其实他们的通膨并没有下降 所以这个地方呢造成美国他们股市呢 杀尾盘的原因 那明天大家注意了 明天给大家这个15860 明天如果是高盘开出 必须站上关键价 你高盘开出就是一气合成 如果站不上还会反杀一次 那明天如果低盘开出 最后最后的星星下缘 15681一定要守 有守住 还会在区间做一个震荡整理 如果没有守住呢 这个形态整个会转弱 为什么会这样注解呢 因为今天这根NUM 它是这几天量最大的 而量最大当中呢 它是形成一个带量下杀的盘 所以明天呢一翻两瞪眼 明天到底我们这个盘呢 要赶快做表态 还是说在这边做一个弱势 那明天我一样 会在Telegan上面 9点多通知所有的人好不好 那今天我在Telegan 有贴重要的几个一些的数据 对不对 那大家应该有看到 那所以呢在这边今天不管怎么样 大家心平气和 因为这个东西 事事非非恩恩恩恩 像美国的公布数据 还有我们自己的 自己要开会嘛 国安基金的会 所以造成大家在这边呢 会比较比较 有些人比较害怕 但是有些人比较乐观 但是无论如何啊 饭票很重要 昨天我跟大家讲 这张股票呢 它有商机 你就好好把握吧 结果今天这种鸟鸟的行情 这张股票早上鸟鸟的 从那边直接点火了 光看这样的点火就很过瘾了 今天这个量滚到4.5万张 这个4.5万张是怎么样呢 是买盘量 那今天这个股票呢 不但量滚出来 而且它喷到外太空 68.7块 昨天呢这个飞鸿呢 是66.3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前天的时候呢 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呢 它是稍微的量缩小跌 那我说想进场的就来问我 因为你害怕没有用吗 每天在那边等半天 那终究结果 它就是一直涨一直涨 对不对 那这一天叫做4月10号 因为我有卖了股票 所以呢我转了这张股票 9.16分全力扫货 当我在扫货的时候 这边急速的一个拉抬 拉抬当中呢 后来收到这里啊 那当天我也讲过啊 我在发市价单啊 市场就传言说 哎呀核杉在发市价单 赶快跟哦 所以这边在滚量滚到5.6万涨 所以你们去想啊 你股票当你挑好了 你就赶快去做一个动作 你那一直看 它就飞出去了 那这一天我在买的时候呢 形成大洋线奋起晴天一柱 尤其在这一段的区间当中 它是以税部连续做行 这里呢就有雷同我们大盘 这边是比较大跟 大盘是比较小跟的 那大盘是因为现在 美国CPI的问题 还有我们国安基金问题 是往下的 但是这个是连续多新之后呢 直接转猛报 那猛报当中 它是带量往上面走的 所以当时我就用这档来 用这档股票呢 来跟各位做一个技术教学 这种股票呢 从没有量滚到有量 再没有量 这边直接放量了 尤其在它放量的过程当中 是直线这样子喷上去的 它都是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尤其在它这边持续的一个 温和的线行伴随着它的量缩 这种呢只要它在补量出来呢 通常都形成猛报 那我从这边呢 因为我卖了股票去买了这一档 又次日呢 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或赶快补对不对 因为大脚在里面都没有走 对不对 然后呢到了昨天 各位觉得这种线看起来很鸟 对不对 一根这样子红红的 两根黑黑的 应该是不行了吧 我昨天怎么说 我说这种线注意哦 随时会有大行情 要赚的人请你赶快来跟我预约 就今天发生什么事 噴到外太空 今天果然在暴冲 噴到外太空 而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收了一个大红十字 它并有一个肚子 那么我们直接往下拉 看到这里它是不是滚量出来了 那这个量呢 并非这种量 并非这种量 所以转中继再涨的机会大 这个股票呢 主要是一个充电桩的大商机 从我要你们卡入 到今天已经6块钱的涨幅了 所以呢 这时候 我很想跟各位说一个概念 不管你认不认同 请你先记得 在乱世行情当中 也会有英雄辈出 看你怎么样去慧眼是英雄 把这句话好好思考一下 金文告马上进来 轮延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行情的抖动非常的正常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 所以之前我已经讲过 每个人对每件事情的角度 高度 深度完全不一样 是看你要站在什么地方 看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这两天的事情 刚好衔接下来 一个是美国公布的 CPI物价指数 再来就是像我们国安基金 开会到底要护盘跟不护盘 当然大家一定会等一件事情 FED主席到底要说什么 每天都有事情要等待 在你等待当中 你要知道机会在哪里 所以乱世当中绝对会有英雄 但是你必须要慧眼是英雄 你不能天天删条线 对不对 那我说到这个英雄 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 我今天再跟各位讲一次 商机在哪里 主流就在哪里 主流在哪里 英雄就在那里 我跟大家讲我买了飞红 很多人说那种线鸟鸟的 两根黑黑的就今天暴冲了 对不对 那我今天跟各位说 这个量还没有达到大量 在这边做一个换 换手的一个动作 最后是多头获胜 然后明天呢 再补一个力道 很容易再喷到外太空 当喷到外太空 今天这根线就叫中计在涨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如果不会两等幅来问我 OK 那当然这时候呢 我们拉回来讲一档股票 叫做PA三雄 首先第一雄呢 它叫做全新 全新今天下跌 可能很多人会害怕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害怕 原因很简单 我昨天讲过小胖卡开出来 我卖了一半 小胖卡是卖一半的意思 因为昨天它并没有再去供103.5 昨天开高然后直接下来 所以我立马发了市价单 先卖了一半 因为昨天格局叫做量缩 它并不是爆量下来 所以我昨天只卖了一半 那我也跟各位说 另外一半怎么办 另外一半呢 来跟大家宣告 我今天没有动作 我今天股票都没有动作 该买的我已经买好了 该卖的我也已经卖了 所以今天没有动作 这样了解吗 那这个股票呢 今天跌了3.3元 那很多的会员反而敲我 老师我卖的那一半 今天买在哪里 我说今天先不用动作 那这就是我卖股票 我也跟你解释过 这一天呢 3月29号 很多人刚好受伤 在这种PA三雄里面 开高直接杀低 对不对 我说有这种疑难杂症来找我 这种股票呢 要怎么样帮各位反败为胜 结果从这个91附近 结果就一路涨 涨到100多块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它又回落下来 到底是卖点还是买点 我从3月29号跟各位说 以这个大底形态 它是非常漂亮 那这就是角度跟深度 跟高度的问题 如果光看这根线 真的很丑 因为爆大量嘛 流须须嘛 又是大黑对不对 那我说呢 再以形态学来看 其实它是一个多浪大底 那后来呢 到4月12号 各位就发现 这一根的线呢 不但突破了 还在创高 对不对 来到103.5 那如果这根线呢 是大家所认识的 爆大量不行的话 那绝对不会有后面这个大红柱 冲到外太空去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看每档股票 要看形态 单1K线 每个人都看得懂嘛 对不对 那这几天呢 刚好这边呢 我卖了一半呢 这边两根黑色的 但是往这里看呢 其实亮缩的 表示这边大脚进去 它并不想出来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昨天我跟各位说 没有再攻高 我卖出一半持股 那今天怎么做呢 你就来预约 那光这一段 10块钱 我说尾数拿去买零食嘛 那你这10块钱 一张就是1万块 10张就10万嘛 100张就100万 这么好算嘛 对不对 好 那手续费自己扣掉 那到了这边 各位在想 今天它是不是就下来 那我现在是等着买点啊 我等着买回来啊 因为这一段 它也是用这种方式 去扣关的嘛 这种方式来回洗盘 来回扣关嘛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宣告 请你钱准备好 手上有的也准备好 明天我准备接回 请各位来预约买点 当时3月29号 很多人被修理到这种PA 我已经救了一大堆人 那这一段 我做出成绩 让各位看到 那很多人来谢谢我 我也希望你把这个财富扳回一层 当下一次再有机会 能够进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快 好不好 那如果在这边三心二意 我也希望你现在赶快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你下一步是什么样 不要听天点上三条线 虽然我也跟各位说 心情我跟你们一样 诶 怎么美国公布这样子 台股变降 今天又多了一件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呢 就平心静心来看 因为每天都有数据要公告嘛 对不对 看你股票怎么做嘛 所以我昨天卖的全新一半嘛 那今天呢 还没有动作 明天我要买回 那像这个呢 叫做PA大雄 他叫文帽 文帽 文帽今天跌了1.5元 也没怎样 一条线嘛 没有像大盘这样 抖来抖去的 有一条线 那一条线呢 进行他信息的一个亮所 这一天我已经跟大家宣告 我说呢 这个PA大雄呢 我全部收获完毕了 那你不要自己去乱追嘛 你要跟我像 像跟我一样嘛 这一天呢 3月29 我说我来出来救你们了 这种股票躺着也中枪嘛 那你很多人中枪怎么办 你来问我嘛 结果我一买它就一直涨 一样的线形嘛 大底完成 这根线很丑对不对 那很丑呢 结果呢 后来也发生了这种啊 红色的一个 然后就这样喷喷喷喷喷到4月11号的时候 我说来到这一段 各位注意了 这里呢 有一个188.5的一个短压线 看它用什么方式过 结果呢 就发现 它一直没有办法过 那没有办法过呢 它刚好回撤183 那么这时候呢 各位去想一个问题 你光看这个黑黑的可能会很害怕 因为三根黑嘛 可是你看下面是没有亮的 那所以啊 礼拜一的大红K 里面含了这个小星星在里面 这叫什么 叫有大脚进驻 我想今天呢 你们听我讲 每一档股票讲得很清楚 我就是要跟各位说 你要知道下一代的主流是哪里 你现在要霸占什么 如果你现在有钱 或者是有这些股票 你要怎么操作 你会不会像我一样灵活的操作 不管这个行情是跌还是涨 你只要来回做 那你知道每一波要怎么弄 像有时候我跟各位说 卖一半 有时候全倒了 这就是我照本间K线的点位在做 所以呢 这种股票各位要注意哦 PA的时代啊 它含很多的一个体材 不管是你要网通的啊 5G的啦 或是你要铺电动车啦 很多都要用到PA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多留意哦 再来呢 就是这个小熊红杰克 小熊红杰克呢 今天它跌比较多 跌了三块钱 但是在它跌三块钱之前啊 它几乎都是天天涨 我想这一段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天天涨 天天涨哦 那它先涨了 然后这两天开始回跌 因为市场的情绪也不好 所以开始动 那当时呢 在3月29号呢 也是这根线 那4月6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到了这一段啊 它的多方缺口一直没有补 然后形成了这个连续新线 那随时会有大行情 结果4月7号的时候 冲出封锁线 也就是PA三雄当中 第一个冲出封锁线的 对不对 那我说本周挑战百元啊 那今天还没有挑战 所以明天 明天如果没有 那这个礼拜就没有 那但是呢 下礼拜还是要留意哦 那到4月10号呢 日K三年红嘛 对不对 好刚好这样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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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到外面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啊 这一样是黑色的 如果你以为这个大量黑色就是不行的话 那你后面就赚不到 所以请记得 每件事情 角度 深度 高度 完全不一样 看你怎么解读 所以当时 我用这种很客观跟你讲 这里不是高点 对不对 那不然多方缺口怎么不会补 就一直喷一直喷 那来到今天 我直接跟大家讲 这里呢 刚好今天一根黑可以压回 压回来做什么 来测这个 当时这边大量这边的一个高点这里回测 那在这个连续两根黑的当中呢 其实它是亮缩的 等于说这边 红K上面呢 这个霸占人并没有出来哦 所以各位要注意了 今天回测大量的高点 有这边的高点 明天非常的关键 我明天是要卖掉 还是要再买 这里就有技巧 因为那天三月十九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我怎么样去救你们股票 怎么样带你们去做 到了现在呢 你们跟我这样tempo呢 你们还是老生在在数钞票 所以明天到底我要卖掉 还是要做什么动作 你来预约好不好 那当然 今天呢 这档股票 它是一个除息 那除息当中 今天遇到这种事况 比较没有这么好的当中呢 它被影响到了 那今天呢 我不会泄气 因为这个 我们之前从底下 买上来的 那昨天呢 我宣告这档股票 我要参加它的除息 对不对 那除息当中呢 这两块半呢 是确定拿得到 那么问题是 今天这个股价马上下来了 马上下来是不行了吗 我是给大家一句话 霸占商机 因为今天它刚好除息 然后走一个贴息 那整个市场的状况不佳 所以情有可言 但是明后天 它要赶快做一个 比较强势的表态 它拥有什么商机 各位都知道 这个苹果啊 他们本来他们那个 Type-C他们是用别种的 但是它同一规格要用一样的 所以这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商机 所以这个不管很多东西 大家做整合 我说商人能够抢到前面 他就是有商机就有钱财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所以这张股票呢 请你好好跟我经营 因为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从110级经营到130 对不对 那天跟你讲睡醒了 Type-C的大商机 那缺量昨天就补量 但是问题来了 今天呢 它除袭的时候呢 它是一根黑色的 那黑色当中呢 量有比昨天少一点点 昨天是很难得这个 要除袭前一大堆大脚去买 那今天量呢 有比昨天略少 那大家手上有的 守这个防守点 我这边帮你画好 守这里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如果任何银安杂症 你就来问我 不然你这边想 这边怕是没有用的 那时间又过了 那剩短短的一分钟 跟大家讲 这个旗红要注意了 天气很热需要散热 今天是量级锁 那这个自圆 目前比较风雨飘渺 手上有自圆的 赶快来问我 看我怎么看 还有这个圆态变色龙 还有包括这个浴金光 浴金光昨天呢 已经冲破了 冲到390多块 复活了 但是今天呢 它形成在这边 做一个温吞的状况 那手上还有的 或者是有资金的 请你注意 这种线型啊 不动就不动 一动呢 绝对直接冲破 我标的那个398块 所以现在呢 请大家做好 所有的准备 该怎么买 就跟我买 最后跟大家讲这句话 霸占商机 不会霸占的 不知道商机在哪边的 就赶快找到我 祝大家这种股票 天天一转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tech show Ya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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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